我妈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得了这个病 就必须得离婚吗 离了婚它就能好吗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点我没跟我说呀 我 我搞不明白 我真的想不通 小康爸很高兴 你愿意跟爸了解一下 那咱们就开什么工的 好好说说这事 爸爸妈妈离婚这事啊 肯定对你伤害很大 把你原来的世界 给完全颠覆掉了 但是爸爸妈妈 这么做的初衷 不是为了伤害你 爸爸妈妈都很爱你 因为成年人的世界 可能跟你想象的 不是那么一样 它很复杂 它说不了那么清楚 你也知道 爸爸是爱妈妈的 但有时候就是 因为这种爱 可能它太重了 或者说是 就慢慢变成了负担和压力 让你妈妈变得不开心 所以我们选择换一种 相处的方式 模式 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 都应该被尊重 尊重她的选择 帮助她克服眼前的困难 你是爸妈妈之间 最重要的强调 想想我们一起努力 这件事情一定会做好 我明白 我看你 对我妈也关心了不少 她现在对你 不像以前对你那么烦了 对啊 我们就是得找方法呀 找方法怎么跟彼此相处 跟我的儿子相处 跟我的工作相处 跟这个世界相处 爸爸现在在 开始一个新的工作 前途完全未知 明天会怎么样 那妈妈也是 她的工作 生活 也是一个从新的开始 在这时候 压力都大的时候 其实分开一下也好 当然你也会想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光考虑自己的感受 没有考虑你 其实 我们之间彼此顾虑最多的 其实就是 我们是担心 我们把对生活 工作 情感 婚姻等等的这些压力 转嫁到你身上 不想让你看到我们争吵 是希望给你一个简单的 安静的 平静的 学习生活环境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很好 我跟你妈妈成了朋友 反而这种关系 大家反而更能互相理解 对了 互相抱着呢 那 咱们也能成为朋友吗 当然 还有你的妈 咱们都是好朋友 那好朋友之间 是不是要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 支持 是不是 转动 不要 看 我 如果 因为